我們今天不只是為了鄭姓澤 那我們也為了邱和順 也為了謝志宏 剛才的內部記錄預告片 讓數字停止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們在監獄裡面 在看守所裡面的日子停止 那當時我們在選擇這個片名的時候 有人就跟我們說 或許讓數字停止也有另外一個意義 我想再背過來一次 就是我背後 我的T-shirt背後的那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們只能從監獄裡面 但是我們不能夠從坟墓裡面 釋放一個無辜的人 因此現在我們雖然看樣子 我們很輕鬆的在這裡 當然會聲援他們 可是我們跟他們一樣 或者是我們不能說我們跟他們一樣 因為事實上只有他們三個人 是在跟死刑賽砲 只有他們三個人是在跟死刑賽砲 但是我們的發聲 我們的努力 絕對有可能為我們爭取一點時間 為他們爭取一點機會 或許有一天我們的司法願意 面對他們的過錯 讓他們有重新再接受審判的機會 讓重新讓他們的案件 在法庭裡面被看清楚 他們有機會可以出來 我們希望那一天 那個數字可以停止 這個人生在那天晚上的13日的KTV事件裡面 完全變一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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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完後沒人聽到 沒人聽到 很久以前 大家慢慢去注意說 有人在那裡劃 他是員工的 你看路有沒變的路平 路有空間一空間的地方 我們在檢舉說 這路就要用路平 像什麼路平莊案 看到有人在那裡劃糕 劃娘 我們去檢舉說 劃娘 員工也沒有大陸是怎麼不劃 這幾個 這個案件 無憑不平 氣死營狼 我上來也營狼一個人 這個案件 案例是沒有整個罐 但是這個案件 會來收吹 看不過 看不過 這個案件 在修法上來說 有很多問題 剛才紀錄片大家都看到 這樣死刑打下去 有人說 死刑案件 發營的過程中 發營的這個 這個政績的過程 很抱歉 很抱歉 政績的案件 都要受病 沒有認可 客觀的證據 恭喜鄉張 為了他的指導 沒有 沒有指引 有DNA證據 沒有 他也是 行者取功的自白 這樣而已 其他人說他沒有規定 我當作沒聽到 當一個故事說 人就是他 其實 這個警員 老實說 我們很敬佩 以前羅武勇 開箱 穿在那邊 拿來的時候 他在創立 合理的 政績和事實是 這個警員 所警員 是讓羅武勇打下去 政績非常充分到合理 但是法官當作沒問題 羅武勇死了死 要是讓人做 代罪高揚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看得過 各位 剛才有說 羅憲不平起生了 今天 大家 來這裡現場 來支持 政績的案件 我真的很感恩 也感心 還有 餘力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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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 拜師的爺道 會上菜給聖靖澤 已經幾年了 風雨無阻 很感心 這跟我們什麼關係 這別人的家的兒子 台灣的外公 和外公 別人家的兒子死不完 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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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要件 這點 這點 大家的心 可以證明 台灣人的 台灣人的品質 真的是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 典型的事情 大家不會動作 是白人家的事情 是 大家 眾人的事情 這是有 大家可以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來聽 鄭靖澤的故事 所以鄭靖澤 老實說 很衰 以路人變犯人 但是各位 在這裡 和聲援 這個案件 現在非常上述 成功 監察員的調查報告 是因為這次的萬人 如果 有平凡的一天的威 各位 你們是路人 變恩人 我可以重慶著 大家 讓大家請 威威這次 劉難 謝謝 謝謝 我跟阿澤素媚平生 但是 就跟在座大部分的朋友一樣 透過網路 知道了這個故事 我第一次看到鄭靖澤的名字 我忘記是在哪一次的遊行 可能是在反核遊行的時候 我拿到了那個救援鄭靖澤的貼紙 那 我那個時候沒有馬上把貼紙貼到我的身上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我的那個第一個的直覺反應 跟大部分的大概大部分的民眾的反應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人會被判死刑 總是大概做錯了什麼事吧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但是 因為這個事情 我拿到那張貼紙 我回家就開始上網查一下 到底鄭靖澤是誰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進入了實在一 KTV殺人事件的故事裡面 然後馬上這整個事情 就非常清楚啊 我想 在座也許我的朋友會碰到你們在問說 為什麼你要幫鄭靖澤打卡 他們會問你 你為什麼要幫一個死刑犯打卡 他一定做錯了什麼事情 他應該做了什麼事情 不然你要怎麼證明他是冤枉的 我覺得我不是 我沒有要證明他是冤枉的 而是司法應該要證明他是有罪的 現在我們所有能夠看到的證據跟資料 沒有辦法說服我們他是有罪的 所以我們當然就要推定他是冤枉的 這個不就是我們一天到晚被教導的 無罪推定的原則嗎 但是顯然我們的國家並沒有這樣想 在10月10號不太久之前 我們才經歷了江國慶日 我們還記得江國慶吧 我們還記得江國慶吧 當年這個事件引起社會上那麼大的喧嚷 那麼大的轟動 最後到底誰為這個事情負責 現在看起來是納稅人要買單 而最應該負責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他們仍然每天吃好睡好 我們千萬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一次的發生了 因為在江國慶之後 極有可能還有不止一個冤案 而他們被判了死刑之後 就被彰彰毕掉了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這個樣子的 我相信越來越多的人 願意標注鄭信澤為好友 願意帶著他上臉書到處打卡 他現在可能變成臉書 創辦以來 一天可以吃最多頓飯 去遊歷最多地方的人 但是事實上鄭信澤在監獄裡面 被關在那個小小的牢房裡面 沒有空調 每天吃的就是監獄裡面能夠給的 一天六十幾塊的預算 已經過了這麼多年這樣的日子 而他是被冤枉的 我們要透過這樣子輕鬆歡樂的方式 提醒這個事情真正的本質是冷酷的 是一樁悲劇 我們不要讓這個悲劇一路發展到無可收拾的時候 到時候真的後悔也來不及 所以我要謝謝阿澤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可以站在這邊講幾句話 在你們的右後方那個長長的桌子上 我今天又在出發之前在家裡又收出了一箱CD 所以現在那邊總共有三箱CD 大家要是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寧夏夜市 跟著阿澤一塊吃點東西打打彈珠 然後順便也跟他介紹一下 我那天在這個地方就是賣了一些CD 他當然對救你出來有一點貢獻 我們一起期待那一天早日到來 謝謝大家 謝謝